几名白衣扼煞大半夜手持棍棒 冲进仓库一看到东西就开始猛砸 货品电风扇桌子统统被砸坏 当时仓库里头的人才刚结束直播 被扼煞团砸点简直吓坏 而嫌犯犯后立刻骑车逃逸 被砸的直播公司就是直播天王 王三郎和女友邱主任 事发前还在脸书上卖力直播销售 没想到刚收播就被一群扼煞造访 而王三郎和两名员工 当时为了保护商品也遭到搏击 人打了就走 那个是往石里面打 三郎在里面嘛 他就要恐吓他了嘛 扼煞床出棒杂仓库现场一片狼藉 损失金额出估超过一万元 王三郎怀疑嫌犯根本早有预谋 而曾与童仲彦传出绯闻的邱主任 更气得破口大骂 从你这边打就恐吓我了 之后已经没有王法了 王三郎直播近七年 过去一个月的成交价 曾高达四千万元 更创下十分钟卖出 两万盒洗衣凝胶的记录 今年三月和女友离开钱东家 独立出来开公司 如今仓库遭人砸毁 两人怀疑是同行竞争 但被淫射的钱东家 也出面否认 现在五名嫌犯一见落网 工程不满商品价格太贵 才会报复砸仓库 警方认为应该是推脱支持 怀疑是商业纠纷 后续将深入追查 厘清范董基 接着叶维林赵贝子采访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1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